清清 太子哥哥 你怎么也来了南郡 太子哥哥 混账东西 发生什么事了 太子哥哥 都是清清糊涂 糊涂 你是愚蠢 参见太子 本宫让你们如此害怕吗 本宫听闻 今晚你们在南郡皇宫 延绵尽失 还连累了北郡一起丢人现眼 没 没有的事 没有 身为北郡公主 你这穿着是怕别人不知道 你有多放荡吗 霍华让你们来南郡贺寿 不是来丢人现眼 可惜你们两个蠢货 把北郡的脸都丢光了 留着你们 让北郡蒙羞 太子哥哥 再给清清一次机会吧 是清清让太子哥哥 让北郡蒙羞 清清再也不敢了 本宫只给你们一次机会 明日 若不能取得明王妃的谅解 不能争取在南郡多做客一段时 你们自行解职 白丽长约冷冷地瞥了他们一眼 击身离开了 父皇这是 万妮啊 你瞧瞧这画像中的人是谁 父皇 这不是您吗 再仔细看看 这不是皇祖父 看起来比皇祖父年轻呢 可能是父皇年轻的时候 我听闻当年父皇还未当鸡使 就已经四处征战 大杀天下 但这不是父皇 父皇脸上没有纸 但画像中的人 下巴上分明又有一颗黑纸 今儿是万寿节 也是皇上的寿丹 送这老神子玩意儿来给皇上做寿礼 分明是居心叵测 慧气 那大逆不道的东西 分明就是居心不良 皇上 宁可不要中了那逆子的技 别被气坏了身子 母妃 这幅画是谁送给父皇的 除了莫回风那混账东西 还能有谁 莫回风 我知道这画像中的人像谁了 谁 莫回风 莫回风下巴上就有一颗小小的黑质 万年啊 对于此事 你怎么看 父皇 今儿是万寿节 莫回风派人送了这样一幅画回京城 在旁人看来 这画像中的人一定是父皇 但在儿媳看来 这幅画意义深重啊 说来听听 莫回风这举动 包藏祸心 倒更像是在传递一种信息 一种很危险的信息 什么危险的信息 莫回风双腿被废 但是他送来的这幅画 画中人双腿完好无损 因此儿媳怀疑 他是要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 他的双腿或许已经恢复了 怎么可能当初不是你与老七 亲手将他打残了吗 就算他的双腿痊愈了 我也能够再次把他给打残 这幅画都围绕着紧张 血腥死亡 因此儿媳猜测 莫回风想要传达的 就是他会杀回京城的消息 这个混账东西 今日万寿节 竟敢送这样的玩意儿进宫 简直是活腻了 父皇息怒 当心身体 查 必须要查 老七 这件事 朕便交给你了